再来看到新北市永和的民宅 光是这半年之内 竟然是两度被偷了 这名窃贼他行窃的时候 都会带着邮局的便利桑 伪装成送货人员来掩人耳目 而且这样的打扮 就算被接日期拍到 一般人也不会起疑心 因此这个小偷 成功进入到了民宅 撬开了民宅里面的保险桑 偷走里面的钻戒还有黄金 离开之前还会把房间里面 整理成干净 恢复原状 导致屋主第一时间都没有发现 被偷了 永和的警方目前已经获报 锁定犯嫌 全力追起 对安全帽的男子闯进民宅 在衣柜前东翻西找 动作熟练 撬开保险箱 偷走钻戒黄金等值钱物品 还不罢休 关上右边衣柜再偷左边 窃贼迅速拉开抽屉 不放过任何角落 而且他并不是看到什么就偷什么 这名嫌犯只偷贵重物品 太便宜的还不屑一顾 衣柜的下面我们有一个保险箱 发现那保险箱怎么门歪歪的 然后就想说是不是没锁好没关好 然后一碰那整个门掉下来 然后糟糕就在紧张 这个门怎么会被搬开 搬开的时候就赶快去找里面东西 就发现首饰啦 一些黄金钻石都不见了 收获满满准备闪人但离开前他并不像一般小偷匆匆忙忙 反而仔细还顾房内把东西恢复原状才关灯逃逸 嫌犯型窃石会拿着一个像这样子的邮职便利箱 伪装城市送货人员顺理成章进入民宅 而且就算被监视器拍到也不会让人起疑 偷窃手法创新才让窃贼两度得手 其实位于新北市永和这间民宅 已经不是第一次遭窃 今年三月屋主的护照被拖 害他差点出不了国 没想到事隔半年 锁在保险柜的钻石黄金也不翼而飞 两次加起来总共损失二十万 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大门还是从窗户 但是有机箱就是窗户那边有遭破坏 跟鞋印的机箱 连中午这个大白天都会遭窃 所以开始我很害怕 窃的影像全都录 之间他头戴安全帽还戴上口罩及手套 特别的是手中抱着邮局便利箱 伪装成送货员掩人耳目 目前永和警方已经锁定犯嫌 将权力追捕 不让他继续逍遥法外 记者说说谭可蒙新美式采访报道